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真之貓 今天我們的回鍋須之單元中 我們要來使用陶德鐵錘 讓我們把一把160等的武器 用上靈魂捲 然後這個方法可以對每隻角色使用 而且很方便包含練分身跟回鍋玩家來說 都是一個不錯的使用方式 首先我們需要準備120等或130等的 同系列武器 那個應該是120等或130等 和140、150等跟你要使用的160等武器 然後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先把我們的最低階的那把武器 用上自己想要的潛能 然後卷 然後什麼卷啊 卷就是隨便衝就好了 只要把它卷速充滿 卷速充完以後才能上 心 才能上魂 才能上靈魂 所以我們先用這 我們先來上我們要的潛能 OK 我們洗完潛能了 大概像這個樣子就好了 其實如果是武器這個潛能是絕對300%不及格的 我只是先拿一個好一點的潛能 因為我剛剛洗了好幾十次 我開始要瘋掉 所以繼續 然後潛能潛好對不對 我們的最低階裝備只要做好潛能 衝星 跟 潛能 然後衝星 跟那個上魂 然後至於靈魂卷的地方 我們可以從 星星這裡 基本上每隻角色前面都一定會有這個任務 這個任務它會直接送你一張 120等到135等的靈魂卷 而且百分之百成功的 跟一顆靈魂 這個 我們關鍵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 然後衝這個卷軸的方式 不能像以往卷軸按兩下就衝上去 我們必須先拿在手上 然後並且 用比較古老的方式拖移上去 然後潛能就成功 然後像 因為有上靈魂所以看 只上魂卷才看不出來的 我們必須拿靈魂珠 然後這樣 掉上去 成功以後它就會有出現靈魂 然後還有技能 並且跟 並且還有靈魂的潛能 然後並且會在靈轉這邊出現一個技能 這等到靈魂滿石是可以用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重頭戲 然後 我們要把我們 想要的武器 我們要拿的武器 我現在拿不上去 衝上我們要的卷軸 衝上我們要的卷軸 等一下 衝上我們要的卷軸之後 然後再用這個 陶德鐵錘 按這邊 然後 然後 這邊以後 用更高級的 他會說你要使用 因為卷軸要充滿 才能逃得過去 但是 我們沒有充 然後他可以直接套用 100%的 所以衝上這邊 然後這邊會預覽 我們前一件裝備留下的潛能 跟靈魂 跟心力 但是會 心力會留住 但是會減1 所以我們先那個 先至少衝上五星 才能一路逃到160人 像這樣 他會告訴你下一季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 我們再傳授過去 然後 130人到140人 這樣也照舊 用同樣的方法一直傳過去 這樣一直傳過去 最後到160人的地方 我們 我們160人的武器 的捲速有留住 然後我們要的靈魂跟潛能 靈魂珠跟潛能 又 又留到160人的武器上面 心力 當然就一直撿啊 然後就這樣 一路地傳過去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就有一把 160人 而且還上魂的武器 那麼如果 如果你們說 那如果 潛能已經搞好 因為 這麼做會直接破壞原本的潛能 只想說你已經有一把160人的武器 潛能已經潛好 如果你要用這個方法 上靈魂的話 你會破壞掉你原本裝備的潛能 它會套用到 最低階那個潛能 最低階裝備的那個潛能上 所以 如果你是160等的裝備的話 我是不建議這麼使用 我是不建議這麼使用 但如果是150人的武器的話 我們可以去透過打一些海怒斯啊 希拉啊 阿卡伊農啊 都可以打到一張 150等以下 使用的60%成功機率的 靈魂捲 這樣就可以逃得上去了 但是160等和200等的武器的方面 你就必須找到 擁有200等靈魂捲的玩家 幫你用上去 當然了 這一定要花錢 而且你還要自己出剪刀 所以這是相對的麻煩的 如果你在做武器之前可以這麼做的話 就當然是更好啊 好 這部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點個訂閱 這個系列我應該還會繼續錄喔 然後 可以的話幫我點個分享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讓他們知道 OK 這部影片就到這裡囉 掰掰